大家好我是Paul,週遇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今天這個新聞我猶豫了一下要不要做 但我想一想,the fuck man,I'll just do it 覺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呢?黃標就黃標吧 40個女人,超屌的 到了杜拜竟然敢在那邊脫衣服然後拍照給人家看 結果全部被逮起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標題 40個女人,arrested for posing naked on a Dubai balcony are all models in their teens and twenties from ex-soviet states who are each facing six months in prison and a thousand dollar euro fines 好,裡面就有一些詞可以值得看一下 40個女人,arrested,就被逮捕了 所以這些簡單的詞,我們還是說一下,逮捕 so they were arrested for posing naked on a Dubai balcony 所以pose這個字其實就是對著 camera by pose 所以他們pose的狀態還是裸的 其實比較像裸這個就naked這個字 可是如果我們有在講說是衣服穿很少 還有這個詞有時候很常見 所以就要說scantily clad 這兩個字我都看不懂耶 可是總之你就相信我 他的意思就是衣服穿少少 這個clad的意思就是穿個什麼東西 而scanty就是不多的這樣子 所以這叫做穿少少的女人 那naked的話就是多了這樣 所以我都還不確定等一下可不可以給同一個看一下 就照片,或許真的你自己去找連結就好了 我相信這個連結我放在description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daily mail UK的一個報紙 不是什麼我以前做的那個叫什麼情色文學導讀 所以這個link應該不至於會有問題 但沒關係,如果真有問題,認了吧 所以這40個女人 她posing naked on the Dubai balcony are all models in their teens and twenties 所以全部都是模特 在他們的20歲,10幾歲 而且從前蘇聯的一些國家 X-Soviet state 所以Soviet就是蘇聯這樣子 所以蘇聯就叫做Soviet union 這就是蘇聯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union Soviet union 現在就不叫它Soviet union 現在我們就直接是俄羅斯嘛 俄羅斯嘛俄羅斯 所以就是Russia這樣 所以每一個who are each facing 每個都面對著six months in prison 六個月的監禁 以及還有1000歐元的fines 所以fine這個字 正好我好像才在今天的托福課有講到 就今天是禮拜三的托福課 就講到這個字 就同學會搞不清楚 這fine是什麼東西 它的意思是法緩 OK 我念成法緩應該是 所以想說 How are you? I'm fine 我是法緩喔 不是,只是兩個是正好長一樣 所以fine這個是有法緩 那下面有些很多小字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不能放大我非常抱歉 因為放大它會整個跑到螢幕外面去 這個網頁的編排很不好 所以我這裡還加緊再讀一下好了 So all models are believed to be from ex-Soviet states But 11 are Ukrainian countries foreign ministry Foreign ministry confirmed 所以這個 Ukrainian就是烏克蘭 Ukraine Ukraine就是烏克蘭 所以烏克蘭的這個外交部有確認 其中有11個裡面的models Ukrainian 是烏克蘭人 Rushman detained as organizer of loot shoot on the balcony in the UAE has been named as Alexei Konzov 名字隨便你 所以有這麼一個俄羅斯男子 Rushman detained as organizer of the loot shoot 所以這裡一個詞detain 他就被拘留了啦 所以detain就是被拘留 所以一個俄羅斯男子被detain 那他就是身為他的組織者 事實上是他有一個藉口 說他是在附近拍到 放屁啦 所以他detain as organizer of the loot shoot 所以L E U D這個詞 有時候會在報紙上看得到 總之就是 猥褻 他到底裡面猥褻還猥瑣 我打給他猥瑣這個字 這打得出來 所以lewd 那猥褻呢 也有 所以這兩個字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這個留給你來回答 因為我也不知道 但總之lewd這個意思 的確是這個層面上的東西就不好的 所以the organizer of the loot shoot on the balcony in the UAE 那UAE是什麼呢 你可能不夠熟 同學比較熟的是什麼 USA啦 UK啦 UAE你可能不太熟 UAE就是 United Arab Emirates 這Arab就是阿拉伯 Arab 練起來很奇怪 Arab 那他的形容詞是Arabic OK Arabic Arab 阿拉伯 然後Emirates就是 大公國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裡面有沒有 看得出來嗎 Empire這個字 沒有啦 算了我扯太遠了 so anyway UAE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 Understood he told police he was in nearby apartment 所以了解他 事實上他告訴警察 他在附近的apartment and filmed the spectacle 所以這裡有個詞叫spectacle 就是這個精彩的螢幕 所以spectacle OK 引人注目的螢幕 spectacle 所以他拍了這個spectacle showing the naked women he claims to have then made the fatal mistake of sharing the explicit video A potential crime in the UAE 所以他聲稱他接下來就犯了一個 嚴重的致命的錯誤 所以這裡他用了一個詞叫做fatal mistake 當代加了夸號 我常講fatal這個詞 在我的課堂上 fatal是致命的 那這個致命其實有另外兩個詞 一個是deadly 那這裡當然有fatal 那還有一個是lethal 這三個詞都有致命的意思 裡面有一個詞呢 長得很像命運這個詞 是不是fate fate是命運對吧 所以fatal呢 事實上就多半跟命運有關係 所以他說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是 倒楣運氣不好 那事實上不是很正確 我認為他犯的是一個deadly mistake 那OK 跟運氣無關 那lethal更是跟運氣沒有關係 所以像武器 致命武器 以前有個電影系列叫致命武器 他就叫lethal weapon 當然你說一個武器是deadly weapon 也是OK的 可是你如果將一個武器是fatal的話 我就會覺得很奇怪 there's no fatal weapon there's deadly weapon there's lethal weapon 所以fatal的時候用在哪裡 像例如說你陷入了一個致命的車禍 fatal accident 那就很OK 好這個補充 Alright 然後 下面要再講下去嗎 其實這樣講的也差不多了 我覺得今天這個就 我們講短一點也沒有關係 那有興趣的自己去看 我就 我就不要提供好了 你只要找40個女人 然後nakey 所以你就找得到了 OK 或者你找一些關鍵詞 像在陽台上 對不對 他強調在balcony這個部分 所以在陽台上 然後 在哪裡 在dubai 所以dubai dubai balcony 然後你找40 naked woman 就一定找得到了 好 我講到這裡大概 也夠了 這有老司機帶路嗎 好像我們中文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我沒有說這麼厲害的老司機啦 只是我正好看到這個新聞 想說也可以講一下這邊的詞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arrest是逮捕 那他們都在pose 事實上真的就是balcony上然後全裸 然後一排的屁股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蠻好看的 也不要說有沒有藝術感 總之就是好看 那nakey是裸的 那scantily clad 剛剛講過就是衣服穿少少的 soviet union 以前的蘇聯 所以我們常講說前蘇聯什麼什麼的 所以他們就會講說ex-soviet 這麼簡單 罰環叫做fine 所以這個動詞也可以用成主動被動 像我被罰了一千五百塊 超速 so I was fined 不要把它聽成fined fined so I was fined fifteen hundred dollars for speeding 是對的 所以這是一個被拘留的男子 他被detain了起來 detain 那他說他只是一個 我只是犯了一個致命錯誤 he made a fatal mistake of posing這個東西在社交媒體上面 那當然是不可以的 而這個事情在UAE是一個crime 那UAE就是United Arab Emirates 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然後他拍了一些猥褻猥瑣的東西 lewd lewd ok 三個致命 deadly fatal and lethal 三個致命的 再強調一次 杜拜 balcony 陽台上 40 naked women ok you know the way 哈哈這樣就可以了 我是Paul 我們明天見